大家好我是Wincent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科技界里面不一样的达芬奇密码 也是领域的隐形冠军 他就是直觉外科共识 我们都在潜意识里面 去感知敢用达芬奇命名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肯定是不平凡的 那说到科技界的达芬奇的话 在圈子里最为大众所熟知的 应该是摄影影视领域 具有神级地位的达芬奇调色系统 达芬奇密码 现在已经出到16了吧 这个系统的话 只要是做大型影视制作后期 基本上离不开这个软件 他在1980年发展以来 已经成为了高端影视后期的制作标准 我们看的美剧好莱坞大片 绝大多数都是由他来做后期出品的 然而达芬奇的话 已经是公开的权威业界冠军了 并不符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隐形冠军的定理 所以的话 今天我们说另外一个 显为人知的隐形冠军 他是在科技医疗应用行业里面 以不创的 达芬奇外科手术机器人系统 领先业界的 直觉外科公司 Intuitive Surgical 直觉外科公司早在1995年已经成立 当我还在地上玩泥沙的时候 远在大洋底端 已经有一群人在研究 怎么用机器人代替元首更好的做手术 想一想 这画面是不是很科幻 直觉外科公司技术起源于一项军方技术研究 美国史弹夫研究院 SRI 在1980年代 希望研制适合做战地手术的机器人 在越南战争导致美军坦烈伤亡的大背景下 美国国防部也希望能通过科技手段改善战地手术条件 降低战争导致的伤亡率 于是这个项目很快在1990年的时候 就收到了来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投资 并 迫切要求 项目组尽快开发可用原型 系统最早原型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比如 手术机械的灵活性 成像的保证度 都不足以支撑真实的外科手术环境条件 通过大量的模拟手术实验的 测试开发调整 才有了具备一定手术稳定度的原型机 Lenic 而这套系统引起了 Fred Moore博士的兴趣 他在1990年经过多次与SRI的协商 买下了Lenic的知识产权 并在随后的1995年成立的直觉外科公司 专注研究一个产品 那就是机器人外科手术系统 也就是后来的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系统 从此便开始了机器人手术系统的新篇章 当然了 那时候 这样的一个项目 也得到美国国家著名风土的清乃和资金的注水 1999年直觉外科公司成功研制出第一代达芬奇机器人外科手术系 并在2000年被美国FDA批准成为世界第一个机器人互相近手术系统 如今 经过了5个正式版本的迭代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系统日趋成熟 成为世界各地医疗机构外科手术引股最多的机器人系统 全球市场 战斗率 第一 目前 被FDA批准 被广泛应用于各类 腹腔手术 前列腺手术 用于 空腔 进 辅助的 心上 手术 腹科手术 等等 2003年 直觉外科并购了最大的竞争对手 Computer Motion 从此奠定了手机机器人戏分行业的八主地位 牢牢握住了智慧医疗的风口发展 目前在机器人手术医疗的市场占流率超80% DF系统主要分为三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就是医生的操纵台 医生可以通过两个套在手指上面的操作器来操纵手术的机械臂 第二个就是病人的实际的手术机械臂系统 它由四条机械臂组成 一条手臂用来观察背手术对象 另外三条手臂根据医生的动作 和需求同步完成手术操作 第三个部分就是成像系统 或者把整个手术成像出来 中国央视的科技综艺节目 机智过人第2季 里面展示了如何用机械臂 减小米粒合作 蝴蝶翅膀的 修复手术 感兴趣的 小伙伴 可以帮保一下视频来了解一下 那达芬奇机械人手术系统的出现 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我认为对病人来说 能够减少手术对病人的伤害 加快患者的康复速度 我们都知道手术免不了开刀 而以前我们医生只能用双手来操作手术 开口不大的话 手根本没有办法很好地去施展 而机械人手术就不一样了 他的手术系统更为精细 只需要 小小的切口 便可将手术工具延伸到指钉 器官进行手术 大家别小看 这样简单的区别跟改变 就是因为减少了 因手术本身所需的 病人的出血量 从而 便大大的提高了手术的成功率 病人在术后 也会因更小的窗口 和更低的 出血量 而更快的 康复 另外一个方面 达芬奇系统能为医生提供 更大可能性的手术方案 从而提供手术的 成功率 由于双手壳视野的局限 有些高风险手术 比如说癌症 肿瘤的 切除手术 常常因为肿瘤长的位置 比较雕砖 或者长在人体器官 关键部位的时候 比如说前列腺 风颈 脑膜 等等这样的一些位置 手术就会很容易去开展 而机器人手术系统的辅助 可以为医生提供 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点优势 就是让手术的施展更加灵活 那达芬奇系统的手术机械皮 只有4毫米直径 并可灵活旋转540度 能比双手穴道更深更难施展的 体内部位进行手术 这样 组织医师就可以抛弃 双手给予手术的限制 构想出更多更为高效的 可行的手术方案 第二点消除人为抖动 通过达芬奇系统的防抖动算法和传感器的控制 可以将手术医师 本身做手术所出现的抖动 消除 让手术更加精准稳定 不会因为阻止医师长时间的手术疲劳导致手抖出现 从而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第三点 将视野放大 让手术部位一览无疑 通过机械臂的视频传输 可以将手术画面放大到10倍到20倍以上 医生拥有更靠近手术部位的视角 从而更容易去施展手术 当然 画面要实时同步也十分的关键 达芬奇系统可以实现每秒1300帧的画面同步 基本烧除了延迟的发生 保证医生的视野和手术动作的高度同步 那现在机械人手术系统 面临的问题有哪些呢 我觉得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造价成的立案高居不下 对于这种清新的自卫医疗手段 造价自然是不菲的 一台达芬奇机器人最低售价在100万美元以上 而要卖到中国市场 由于关税运费的各方面的原因 医院要用上这套系统 至少要发挥2000万人民币 再者 达芬奇系统的机械币 为极易损耗器材 每条机械币只能用10次手术 便不能再用 每条机械币的造价 就高达10万人民币 可见造价和维护成本之高 目前 全球也只有少数医院投入使用 消数量美国占一大半 中国近几年也是不断的引入 第二个就是学习成本高 手术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更何况要机器人系统来去做 而且还要实现人机结科的最高境界 所以要培养一名熟练操作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的外科医师 本来就很难 必须经过体系的学习 长期间的模拟专项手术 紧急情况的应对训练等 才有资格证实上岗 学习周期太长 极大的占用医院资源 第三点就是操作复杂 逆发医疗事故 由于需要医师通过系统遥感 操控机械臂进行手术 跟传统手术 不太一样 很多医师在手术的时候难免会出现 感知边界模糊 又或者是 病人在半麻醉的情况下 对机械臂手术感到恐惧 各种情况 优使手术事故的发生 目前关于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系统的医疗事故 全球多达数千起 均是认为 操作 失误导致 而关于这方面的医疗事故的了解 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部纪录片 赤赖飞的 The Breathing Edge 里面就很详细的 介绍了 目前先进科技医疗 技术所带来的 各方面的医疗事故的问题 那最后大家可能就要问了 直觉外科公司会一直保持 已经冠军的走断角色吗 从上一节 我们谈到的 手术机器人的问题 一个医院要更换手术机器人的成本 是十分巨大的 不仅仅在机械成本方面 还有人才培养方面 等等 再者 从风险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作为手术机器人的壁主 拥有将近20年经验的直觉外科 也没有办法去避免出现医疗事故的问题 更何况其他品牌的手术机器人 所以 从医乱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不会轻易的更换品牌 或停止 达芬奇设备的使用维护 这个结论的话 我们也可以在直觉外科公司 2019年财报可以看出来 其全年收入约为44.8亿美元 其中 机械币的收益就将近40亿美元 足以看出 医疗机构的维护复购率之高 所以 根据直觉外科多年的临床实验打薄的 技术壁垒 还有他最早占有外科细分市场 的优势以及其高成本的造价 会让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依然保持其霸主般垄断的地位 但不能忽视的是 市场也出现了很多有力的竞争对手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 就是有 有谷歌5公司 Averbex 和 Johnson 两个巨头 发界壳之的 Werm Surgical 意图通过数据和医疗机械的结壳 为 智能外科医疗带去更多的可能性 毕竟目前 直觉外科只是通过机器人 将 眼睛和 手 的能力 放大延伸 如果 Google 可以建立起 针对外科手术诊断方案的共享数据库 通过深度学习 为医师的手术提供针对性建议的话 那将能 整体提高全球的外科手术医生的水平 这将是一件十分令人期待 而且意义深远的事情 而另外一个 则是被 医疗界巨头 美敦利 在2018年底 受购的 以色列外科 机器人公司 Mazel Robotex 他的机器人应用 与直觉外科公司不一样 他专门用于 脊椎和 大脑 方面的手术 同时他的机器人系统也获得了FDA的批准 被实际应用在手术上面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无论是 在未来的数据智能趋势 还是在其他 细分领域出现的竞争对手 只要能将造价大大的降低 并且 能为外科手术 提供更吸引的 比如说 手术 诊断 建议 指导 等的数据智能的价值 也许 直觉外科 的垄断地位 才能被打断 而在此之前 相信直觉外科 和他的达芬奇 机器人手术系统 会一直是 智能医疗的 隐形 冠军 好了 关于直觉外科公司的介绍 跟分享 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要点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